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表达对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敬意 一个是妇女的地位,一个是双语政策 李先生虽不曾说自己是女权运动者 但他所推行的政策却为新加坡女性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先生向来重视培育人才 就算是在国家资源最不充裕的时期 也没有少拨款给教育界 这个理念造就了无数妇女进入学堂,踏进社会 在各行各业,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杰出的妇女 新加坡妇女宪章为妇女保障财产权益 确保公平的待遇 良好的治安让我国妇女享有目前在许多国家 仍未完全实现的人身自由 我们走在大街上 无需前瞻后顾,提心吊胆 李先生与李夫人恩爱一世 坚持,间谍情深,为许多家庭树立了楷模 最重要的是,李先生对妇女的根本态度是尊重的 为我们的社会定下了男女平等的基调 他认为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上架下取的这些旧观念 都必须跟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改变 如果没有李先生 新加坡的妇女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迈出这么多步 双语政策可能是李先生推行的无数政策中 最前卫,最果断,也是最具争议性的 我们在国会内外为这个政策争辩过多次 相信以后也会继续变下去 李先生在建国之初就意识到 新加坡各族群如果持续用不同的语言 会把本来就非常狭小的生存空间 分割成多个小世界 为了团结各族人民扩大共有空间 同世界接轨 李先生决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 可是为了保存我们文化的根 李先生也坚持各族必须学习自己的母语 至于华族 李先生也提倡多讲华语,少说方言 对于一个语言使用复杂多元的年轻国家来说 这些要求是高难度的 要让人学习一种平时家里不讲的语言 本来就不容易 要让一个人在平日语言使用上做出调整 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 简直难乎其难 从身份认同的观点来说 更是追心之痛 但对于一个语言使用复杂多元 却又渴望和平团结的年轻国家来说 这些要求是必须的 李先生的主张是理性的 长痛不如短痛 在各族群里都有一些人觉得双语政策难以适应 甚至至今耿耿于怀 但无可否认的 双语政策为我们扩大了共同空间 打下了各族和睦沟通的基础 我碰到过不少 和我同龄或更年轻的各族新加坡人 向我表示 他们现在能在东西方语言文化之间游刃有余 完全是拜双语政策所赐 政策虽是理性的 但李先生归根就底 是一位新系民众的好总理 好资政 这就体现在 他在语言政策上耗费了 大半辈子的心血 他不断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向专家学者讨教 1975年为了调整并落实双语教育方针 他甚至亲自当了四个月的教育部长 他设立了总理书记奖 鼓励双语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到了晚年 还发起李光耀双语基金 帮助幼儿打下学习双语的基础 他把毕生投注于双语政策的心血 凝聚成一部书 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李先生曾坦言 在英文加母语的搭配当中 同时学好英文和华文是最难的 李先生为了学好华文 身体力行 孜孜不倦 很多人都知道 他上华语课从不间断 今天早上 海峡时报报导了一名 前来国会大厦 向李先生致敬的49岁的生意人 他说 我来自华校 曾经认为双语政策 让我吃了亏 但是现在掌握英语的我 可以将半导体企业 扩展至美国等地 双语的政策 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想 李先生若是全下有之 也会感到欣慰的 李先生带领我们踏上了 追求卓越的漫长旅程 他离开我们之后 我们会坚持走下去 Madam in English Madam Mr. Lee's language policy stands among the iconic legacies he has created for Singaporeans it has left a deep impact on many especially on educators and language professionals this includes the men and women who are sitting in our interpreter booths who ensure that what transpires in this house can be understood in the four official languages he has led us on the road to bilingualism in pursuit of unity as one people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cultural ballast and ease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at large it is a long journey which we will continue long after he has left us thank you Madam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work of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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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